试想一下娱乐性的魔术表演,再想象一个精彩的舞台,没有插电,但有足够的照明,有演员,有4万4千瓦的音响设备,清楚的声音,台下坐满观众,这就是魔术,是神奇的太阳能舞台魔术。 这家公司提供太阳能供电的舞台,音响系统,灯光和各种特意为娱乐业这个耗电量巨大的产业设计的产品。 尼尔特尔里是这一切的幕后设计者,在美国没有任何人做我们做的事情,而且做到这个程度,我们用真正的节能设备,实际上用太阳能供电,所以我们没有制造任何污染。 这是一个太阳能舞台,它是以一个旧的消防车为基础建成的一个移动现场音响组合。 音响工程师和设计师特里·戈尔登说,正是这个舞台的设计概念开创了整个产业。 它上面装有1.8千瓦的太阳能发电设备,输出120伏,70安倍的电力,为我们的音响系统供电彻彻有余。 这个舞台有上下两个表演区,都有全套LED照明系统。 我们最初基本上是从舞台音响开始的,现在开始做更多的照明,推出了一些非常精彩的舞美设计。 所以我们的目标不止限于做绿色和有益于环境的项目,我们真正想要的是美感十足,令人震撼的视觉效果,就像娱乐业本身一样。 与此同时,还能做到节能,以替代性能源来供电。 这辆消防车所需要的所有电力,都是通过各种绿色能源科技现场发电得来的。 这个移动舞台上的太阳能板能收集到足够的能量,在不需充电的情况下,让这场盛会持续长达48小时。 音响师和灯光师们操作的电子设备,不需要插电或者接线。 工程人员只需在你想要的任何地方把太阳能舞台装好,把音乐打开就行了。 我们单是从各界民众那里得到的支持就不得了,不论我们来到加油站加油,还是到餐馆吃饭,人们总是在问,你们在做什么,我们也能借此把我们的信息传递出去。 大家总是赞参我们能做到这些,而不用带上那些巨大的柴油发电机和几百加仑的燃油,那些东西可以说是一个滚动的障碍。 我们其实避免了1000磅的二氧化碳废气进入到大气层,因为现实情况是,我们使用太阳能系统的时候,没有向大气排放任何二氧化碳废气。 太阳能舞台靠的是将太阳的能量储存到电池里,这些电池在每次舞台表演前都充好了电,这个系统还可以接上发电机或者标准的电源插座。 绿色浪潮公司目前备受关注,他们在美国各地提供零碳排放的音乐会,使用太阳能这种再生能源提供百分之百没有污染的音乐会。 娱乐业是能够触及大众的一个非常好的载体,特别是在美国的文化中,许多文化上的蜕变是由娱乐业带动起来的。 公司的老板们相信,他们的太阳能舞台能给演员们一个机会,在以先进高超的音响举办一场音乐会的同时,向各社区宣扬太阳能再生能源的好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